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现在看电视剧 看电影就已经很难兴奋了 总是感到还没有刺激 那么乐点是什么呢 说那个电影没有乐点 没有兴奋点 乐点就是灵界状态 所以悲剧知识不仅仅是一种认识 同时也是我们的生存的一种功能 是一种自我超越的方式 是能通过认识这种虚空 灵界状态 以提高自己的能力从而获得一种解放 所以我们对他的那些说法呢 我们也觉得是比较矛盾的东西 一方面他有进步性 也对现实批判性 另一方面又太悲观了 觉得人是没有办法来实现理想的 这方面也太悲观了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有两种人 一部分是强调冲突的 另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反抗的 那么就像亚瑟贝尔斯他提出悲剧意识 他又加没有写局外人 加没有写过一本小说叫局外人 他要反映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自我被压抑 所以要起来反抗 这里面有这样一个区分 在文学上有两种形式 文学上有两个形式 一种叫散文 一种叫诗歌 散文使用来反抗的 文学家用散文进行批判 就发现了现代作家 越来越成为对现实批判的一种作者 从而和古代的文文 划清了界限 现代文文内心中 有太多的批判成分 甚至认为这就是自己一些小说的使命 反过来说 为艺术而艺术的东西就没有了 那么作者如果不是为了写小说 写散文而写作 而是为了批判而写小说 那么这样的小说散文都被意识形态化了 目的就是把那种东西当作都载起 来完成它的战斗反抗的使命 那么叫完抗什么使命呢 就由于悲剧意识受挫感 那么这就导致文文拿起写散文进行反抗 但是还有另一种东西 另一种东西叫诗歌 诗歌呢是那个海德格特别喜欢的 诗歌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种创作方式 所以当我们看到外部世界对人产生压力以后呢 就产生出两种艺术形式 一种是小说戏剧的表现 就是反抗 尼特沙特却写了一部剧本 叫做《肮脏的手》 加密欧写了一部小说 叫做《菊外人》 这都是一些小说的进行反抗 但是诗歌确实是另一种方式 诗歌容易让他陶醉 让人为艺术而艺术 并且在为艺术而艺术的过程中 来领悟到真理 那么这种思想在海德格特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 我想呢 这就是和他后班甚至隐居状态里面 使他走向了诗歌而不走向小说 而且他也没有写小说的权利 而他已经不再写小说 他隐居了 他和他的老师胡思耀的关系 后来搞得很糟糕 再加上呢 他在纳退之后当了孝顿 他不得不在黑证面里面进行反抗 在这里呢 他找到了诗歌 所以呢 哲学家有的时候看来是很糟糕的 但是他们的作品实际上还是和他们的生活环境 真实的处境 是有那种内在的联系的 所以海德格特用来对付矛盾的方法 最后不是小说 不是批判 而是诗歌 这和他后班生 是在那个黑森地区进行引修 是有关系的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能如何从悲剧当中解脱出来 一种呢是海德格的解脱方法 另一种就是反抗的方法 那么反抗的方法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那么海德格的方式呢 大概可以概括为 大地与世界 大地与世界 他认为建立一个世界和大地 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艺术作品却是大地与世界 大地与世界的统一 大地什么 世界每分每秒在张狂 大地每分每秒在什么 在遮掩 世界是张狂性的 每分每秒就是张狂 大地叫遮掩 从而取得平衡 而艺术作品呢 却是世界与大地的统一 艺术作品的大地就是指材料 是指物质性的东西 比如绘画的颜料 演奏音乐的乐器 引申一下 大地就是要能建立一个 世界的基础 大地等同于一种物质 一种资料 一种本质上是自我躲避的 除非用这种材料 去避减一个世界 一块石头长在山里 什么也不是 它所在中 被引退的状态 除非你把那块石头 拿过来进行雕刻 所以大地的东西 只有被置于世界之中 本质才得以复活 我们衡量物质性的时候 得到的这些概念 一块石头 一堆石头也好 或者是红色的绿色的 这些概念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是作为基础的 我们刚才说物质 已经分析到概念了 但是用这些材料 去制作艺术作品的时候 不仅作品 自己勾建了一个世界 同时也把材料显现了出来 石头就不再是石头 而成为身体了 成为李克兰奇罗的大卫尔 虽然它还是冰凉的 但是它和艺术家 勾建出来的世界 是密不可分的 绝不再仅仅是石头 而是一种精神 是艺术家用精神 勾造出的人和人的生活方式 这个时候 不仅艺术世界是活的 那块石头也是活的 因为它已经和 勾建了艺术世界 密不可分了 艺术作品建立了一个世界 并且把大底 就是材料 带入了世界的开放之中 那么艺术作品 所建立的世界 并不是手中 无数材料的绘合 也不是能给物者设定的一些框架 而是能实现了自我的存在 所以艺术家必须通过作品来展现他自己的存在 一个人就称为艺术家的时候 我们只能抽象的去理解 但是他的生活方式 他的思想 确实可以通过他的作品中来反映出来的 那个时候 作品本身就反映了作者的存在 而作者也实现了自己的存在 所以艺术作品勾建一个世界 就是艺术作者在作品中实现了他的存在 那么每个艺术家在去奋斗 在作品中创建他自己的世界 那么人是有能动性的 利用大地 就是利用材料来勾建自己的世界 那么由于创作了作品的世界 人得到实现 那么这样一个辩论的关系 那么就是世界离不开大地 雕刻 江离不开泥土和石头 但他的艺术作品中的大地 是因为世界的建立而显现的 也比如说希腊的巴基罗神庙 就雅给纳神庙 罗马的神庙 他不要写什么 也不体现什么理念 但是体现了神圣的世界 那个世界中的生于死 幸福于灾难 胜利于缺辱 忍耐于崩溃 各种人的历史命运融合在一起 这种作品 比方说神庙 就代表了历史 民族 民族的世界 呈现出希腊对神的完整意义 而作为支撑 这个神庙的物质 大地 也因为这个世界的建立 显现出了它的坚实和光辉 成为了真正的石头 如此一来 也和不被当作石头的石头 进行了区分 所以只有当材料被开放的运用在作品世界中 才是真正的秘密 一个人也是这样 一个什么都不做的人 也不会被视为 也不会被视为一个真正的人 除非完成了什么事 才是真正的人 这就是海德哥关于大地和石头关系的讨论 也就是说世界立足于大地 大地通过世界的显现 这两者互相依存 和谐统一在艺术作品中 那么我们必须了解海德哥遭受过那么多挫折以后 最后追求的东西确实叫做和谐 和谐的本质带领他不去写小说 而去写诗歌 也就是说 他到最后领悟的 不是去反抗 而是为一所一所 也就是说人遭受挫折以后 有两种可能 一种去反抗 还有一种去做隐士 那海德哥最后是隐居起来 他去当隐士了 从后就发现了当隐士的乐趣 那么那样一种乐趣 就是如何得来的呢 这就是海德哥的另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叫做思考的思 思考的思就是对于存在的领悟方式 也就是对真理发生方式的动物 那个思考的思啊 本身是人的存在方式 是存在者存在的显现 存在意义的显现 那么一个现代人不一定要去反抗 而主要去思考自身的求劲 这样一来 这个思和传统意义上的思考就有了区别 传统意义上的思考是让人思考和把握整个世界 它依赖的是一种分类的系统 用一种次序的概念来对世界进行分类 这样培养的这种理性能力 思考理解分类 它的对象是一个外部的世界 那么海德哥就认为这样的思考方法 并不能真正解释知识的本质 它要求从存在本体认出发 来对思进行考察 思与其说是对既定对象的概念的认识 还不如说是一个个人世界的建立 思是通过对存在意义的领悟 而使人的存在对实现 所以思是一种存在功能 而不是一种认识功能 思是一种存在功能 而不是一种认识功能 思考的目的如果说是征服世界 就是一种理性思考 所有的思都是认识的 认识之后进行征服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退一步 思就是思考存在 不是靠征服 当思思考存在的时候 它帮助人理解自身的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 人就归心到自己内心的存在 自我的存在 这就和写诗的诗比较同一了 当人把诗不是转在对外的征服上 而转出自己内心的存在的时候 那就和写诗比较同一了 也就是说 在物责的层面上是找不到诗信的 在物责层面上只能找到征服 只有把诗当作存在认识的时候 由于对存在的正恶 就找到了诗这个概念 所以海德格说 诗的本质命运在诗之中 也就是说 诗和诗歌的诗 诗是 诗所以成为诗的本质的根源 根据 诗是什么 诗是 所以成为诗的本质的根据 那么他们思考进入了 诗信生存 再读一点 诗是 诗所以为诗的本质的根据 他们思考进入了 进入了的是 诗信生存 那么 思考因此就是一种开放的 思考是 诗就是一种开放 不是认知关系 而是海德格所说的去臂 去臂就是 拨开迷雾见太阳 去除障碍的意思 艺术的功能 从这一点来说 也就是去臂 能臂的臂 那么思考中 就会发现 我们的生存世界 有很多障碍 我们现在艺术的功能 就是去掉那些障碍 这样才能破过现象 看本质 去掉障碍 看阳光 那么思考呢 就有去臂的功能 艺术也有去臂的功能 但是尽管这样 艺术具有去臂的作用 但是艺术本身不同于真理 也就是它只是障碍的去除 而它本身不等于太阳 诗歌的诗 诗不是一种存在的形式 也不是一种娱乐 诗只能从哲学层面上去理解 以诗的深刻性 严肃性 来对待人的存在 这个基本的哲学问题 那么诗歌呢 是有一定的特点的 比如说它比较深刻 严肃 概括 直指人心 是从内心深处散发出来的 代表人的自想情绪 从这个意义上去思考呢 就是可以从诗里面 发现生存的本质 从诗歌发现人的本质 和从外部世界发生的本质 是两个东西 外部世界发现的是 物质的世界 公义的世界 而诗歌发现的是 自我的世界 非公义的世界 世界本质进行理解 因此人就处在矛盾之中 一种矛盾是 人与大地与世界的矛盾 另一个是私信生存 和外在功利生存的矛盾 所以当一个人 完全以没有私信的生活方式 生存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完全变成 一种机器生存者 完全追求是外在的世界 可以说是把自己 卖给了外部的世界 那种人就产生不了 私意 它产生的是数字 数字本身不等于 不等于私的生存 它产生的是 我的银行卡上又多了一万块钱 又多了五万块钱 又多了十万块钱 它产生的是数字 或者我画画 我又画了五幅画 我又画了十幅画 或者我的画得了一个奖 两个奖 十个奖 一百个奖 所以当这样产生的 它产生的是一种数字 而不是什么呢 而不是产生的私 这并不是说 要去否定外部世界 只是区分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 数字本身不等于私 不等于私的生存 但是它又不是否定外部世界 否定一个人的有多少财产 房子 而是人必须要认识到 这是两个世界 因此呢 在盖房子的时候 就既要盖物质的房子 也要盖精神的房子 而精神的房子 只能通过私性生存 才能区分 这就要讲的 今天讲的第四个问题 我们要讲第五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是 后现代文化 一个插曲 那个 对我讲 我们因为给 给那个噪音 那个剥夺了一些时间 所以我们课还没讲完 请大家忍耐一下 继续把那个讲完 我们要讲的 后现代文化 是这种差距 因为我们已经 被那些存在主义哲学家 弄得很悬了 但是作为我们人来看 从历史学家来看 我们还是没有 哲学家那种很悬的大 我们还是把它 反到生活的处境中去 这样一来 我们就涉及到 后现代文化 这样一个概念 刚才的一种研究 主要都是欧洲人的 主要是德国人和法国人的 有些是意大利人的 这些民族是特别喜欢反思的民族 法国是世界上最艺术化的民族 德国是反省能力最强的国家 但是美国和他们相比不一样 美国是个平民国家 美国是个现实国家 美国那个人呢 动手能力特别强 思考能力不强 美国六十年代呢 就产生过学生运动 加利福尼亚大学 伯克雷分校 产生过 自由发言 言论自由运动 去见全国 美国那个六十年代 就产生过一种 对政府经营反抗 所以他们是动手的民族 后来还发生过一些社会运动 什么西匹斯啊 亚皮斯啊 有本书叫做在路上 是吧 unload的这种书呢 就是短次参与 所以美国人有美国人的反抗形式 它没有走到像德国人 法国人那个存在主义那种形式 美国人和它不一样 它是动手的民族 它是外在表现的民族 那个西匹斯亚皮斯很可能头发就 那个西匹斯的头发就离得 和你不一样 让人一看就是个西匹斯 或者呢 那种同性恋者 一下子就耳朵上打一个环 让你一看就是同性恋者 所以美国人是喜欢物化的民族 所以很多东西和那个 哲学家靠逻辑 靠概念去起 靠诗歌 靠悲剧 靠艺术 说实话 就是靠艺术去解读哲学的做法不同 美国人是喜欢在那个政府 来增压他们的枪管上插上鲜花 说要孝识美国政府 这样一个民族 所以亚皮斯这么做的 亚皮斯反抗 那么人家派军带来镇压 就把鲜花插在那个枪管上 说要孝识美国政府 所以这种表现法 好像对那种 哲学家来看显得很粗俗的了 但是呢 这确实是美国精神 是美国那个 另一种反抗的一种 现实主义的一种手段 动手能力特别强 我觉得是美国的 面对比的 比赛的一种 thanks to your